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半路出家的相声演员 也是德云社少有的相声巨人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德云社大部分的演员都得叫他一声师爷 这是我们的大辈儿叫谢金老师 谢金 谢谢大家 我应该喊的叫师爷 没有大两辈儿 这个人就是谢金 出身是家 谢金是天津人 生长在曲艺是家 他的曾祖父谢瑞芝先生 是谢派丹贤创始人 爷爷谢书阳是著名丹贤贤师 父亲捧跟大家谢天顺先生 虽然他在这样取义气氛的家庭里长大 但是一直没有想过从事相声这份职业 大学毕业后 谢金最初的想法是当一名公务员 但因故没有实现 此时谢金向父亲提出 不想再复习了 他想学相声 这个想法对谢金可能顺理成章 因为家里都是从事这份工作的 他自小 虽没专门做客 但也饱受熏陶 2005年 23岁的谢金 算是半路出家 父亲干脆 就在家里办起了私塾 专心教儿子 说相声 接下来的两年中 他苦练基本功 有一个大师父亲指点 谢金进步神速 很快就可以登上正式舞台了 出入德云 2007年 在父亲的介绍下 在德云社的第一次登台演出 当时 父子俩合作表演了一段 开周场 后来啊 这段相声还被收录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开心茶馆栏目中 而谢金的表现 也获得了同行 和观众们的好评 与点赞 第二天 谢金又在小剧场 表演了 卖步头 结束后 郭德纲问谢金 愿意干这行吗 谢金点头说 愿意 郭德纲表示 那就留这干吧 自此 谢金正式 走上了相声之路 加盟德云社的第二年 由李文山 戴拉拜 以示王世晨先生为师 解决了重要的师承问题 虽然谢金 没见过师父 王世晨 但是师父的一句名言 不说糊涂相声 一直铭记在他心里 深入研究 说讲理的相声 创造更多 合乎正常语言 和思维逻辑 贴近百姓 日常生活的包袱 2009年 进入德云社的第三年 在德云社剧场 举办了专场演出 父亲与于谦谦 郭德纲 分别给他捧了一段 自降辈分 谢金算是最年轻的 文字辈相声演员 他的父亲谢天顺 是郭荣启的徒弟 宝自辈的相声演员 也就是和侯宝林 常宝华 一个辈分 侯宝林 是郭德纲的师爷 郭德纲 虽然贵为德云班主 年龄上 也比谢金 大九岁 按照辈分来说 还得叫谢金一声 师叔 但是 他的很多徒弟 又和谢金的岁数 差不多大 而且 都比他能耐大 水平高 名头响 谢金这个大辈在德云社里 就略显尴尬了 为了化解这种尴尬 谢金做出了机制 却掉份的决定 自降一辈 实话 我比郭德纲 要大一个辈分 比我师父大一辈 按理说郭德纲 应该管我叫师叔 论辈分 当然他从来都没有叫过 你也是想瞎了心了 我也不恨他 你恨他就没饭吃了 你老说这个实话 对 真的我跟郭德纲先生啊 我们私底下拜的把兄弟 私下领哥们 这就拉平了 对 关系也相当的好 客观的讲 当时的谢金 能耐一般 年纪小 和郭德纲 又不是一脉相承 人家德云班主 不可能天天供着他 现在 叔叔变成了弟弟 那么郭德纲 这位哥哥 照顾谢金这位弟弟 感觉更合乎常理一些 业务能力 表演风格 自称一派 嗓门也高 腿子活 灌口活 最擅长 段子规矩 又不失诙谐 幽默 从前 和张赫文搭档的时候 风格还是略有青色 不够圆润 但盛在规矩 干净 节奏舒服 张赫文 给人有老谢爷的感觉 现在和李赫东 也恰好搭档三年 两人舞台默契尚渴 气质上的势均力敌 倒是醒目 师爷个子高 气场自然大 而李赫东 站在身旁 却丝毫不逊色 风格转变 在2018年 相声有心人比赛时 谢金虽然在首轮 勉强过关 他的实力 似乎远远不符合 他大辈的头衔 但他受的批评 也是最多的 由以交大博士为甚 颇为尖刻 谢金曾自嘲 你交大博士 台下面这词 比咱台上面这词 还多呀 谢金后来回忆说 来的节目组啊 实话实说 我瘦了十斤 跟父亲通电话时 还痛哭流涕 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不在压力下淘汰 就在压力下爆发 第二场比赛的谢金 和第一场 判若两人彻底颠覆 风格变化之大 甚至有点矫枉过正 以致周九良感叹 这是一种重压下的释放 他改变了以往的风格 完全放飞了自我 表现像发了疯一样 在舞台上改编流行歌曲 勇于突破自我的约束 师爷热辣 东哥肥气 师爷奔放 东哥冷静 特别互补 让观众一下子喜欢上了 这个年轻的大辈 四强争夺赛时 32家大众评委的投票 全票通过 这一匹黑马 可谓实至名归 也堵住了一些 质疑节目黑幕的人的嘴 并为自己的事业 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在向心拿到第二名 在德云社一众演员的 商演舞台上 成为了重要的助演力量 从2007到2020 一转眼13年过去 谢金由青色小伙 变成了成熟男人 在事业上 谢金已成为了一名 合格的职业相声演员 与搭档李贺东 已经举办过 个人的相声专场了 从初出茅庐的相声新人 到如今的德云社群 谢金的成长 既离不开家庭的熏陶 也要得益于德云社的培养 最主要的 还是他自己 勇敢地走出去 如果我们永远没守成规 不愿打破固有的苛旧 那我们只能做一个 装在套子里的人 改变自己可能不完美 但这就是进步 谢金虽然不算大红大紫 但也是小有成就 相信大气晚成的谢爷 一定会越来越好 本期关于师爷谢金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是德哥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